這上個月就講到這裡 做了一張記號才不會 要不要體會 那 可以把我的生日上來再降下來嗎 我覺得我回你 可以上你第一點 好 謝謝 因為這個 我的題目是說 怎麼樣把前現代的耶穌 介紹給後現代的人聽 耶穌是前現代的人 是還沒有科學的時候的 那我們是在科學以後 對科學開始質疑的這個時代 那可是實際上我就看到先 耶穌雖然是前現代的人 祂對人的 跟人的講話 確實 那我好像是會講後現代 特別是對那個 弱勢族群 坦白講 後現代就是替弱勢 是華盛的時代 前現代是大家都無知 所以呢 就是用哲學跟神學來 掌管整個世界 神說大家就罵悶 或是說海產的時候 大家都感恩讚嘆 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到科學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說的 不管你是神 你是師父 你是誰 反正正能給我看 那我們是受現代的吸引 所以我們受過東西 醫學上叫做 Ebitant Based Medicine 就是你拿證據給我看 所謂證據就是說 我要眼前看得到 是我摸得到 可以拿去實驗 其他人都不承認他存在 這是現代 那現代這樣一出來 變成獨尊益法大 這是科學 其他的都要敗在科學的下面 包括宗教 包括基督教 讓他證明 我們的說法是科學的 那這是科學法大 有時候現在就把科學 這個結構掉 所以有人說 科學沒有本來 你想到穩大 人間很多東西 科學是無奈的 不能解釋的 是不能控制的 這個是後現代 對現代的結構 他認為 後現代認為 我們應該 去尊重 容許 那些很微小的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 妙的聲音 不要把它消滅 應該讓他們都存在 然後大家可以對話 說不定你認為是 不足為道的東西 幾年後 發現他講的是對話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不要太早就是 獨尊 一言堂 你就是一個人 這個就是後現代的建設 簡單講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看到耶穌 跟那個撒瑪利亞婦女 在警堂的那個講話 我發現耶穌相當的是 去就近那個撒瑪利亞婦女的處境 跟他講話 並沒有就是用他是神的兒子 就把 撒瑪利亞婦女就把他押下去 所以撒瑪利亞婦女在耶穌內 也是夾後大 什麼話都可以講 那這就是後現代的建設 就是讓那些邊緣的人 他們有一個voice 我們叫做 voice for the voices 讓沒有聲音的人 聲音可以出來 所以現在就問說 誰說的是真理 這個就是最大的真面的地方 因為 只要有任何人說 我說的是真理 不管他是科學 他是基督教是誰 他說我說的是真理 那別人就 damp damp 對不對 他已經說真理 你還有什麼好 好講的耶 他講的是對嘛 那其他的人就 就是感恩讚嘆 不然你還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說 我講的是我對真理的看法 那麼別人就有一個空間出來 那可以說 但是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一樣 那麼這裡就有對話 跟他們的空間 那我看耶穌跟那個撒瑪利亞婦女 就是充滿了對話 而不是耶穌是像 我來這邊 你都乖乖乖聽到 我自己說自己說 那個不是耶穌的時代 耶穌的時代 包括法律賽的 都會跟他們說 搶聲的啊 耶穌不管是誰 都容許 他們把他們內心的生命講出來 然後耶穌就很很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後現代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 我在講道 我很少站到講台去 那個其實就是後現代的之類 就是我沒有必定看管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們那個講台的設計 就是說站在講台上的 起碼高度就變得高了 那你只有仰望他 你看天主教那個講台最高 有沒有 那個講道差不多半天高啊 你就看那個歐洲的那個教堂 他要趴樓梯耶 然後到改革中也是一樣 講台高 那講道的人還在講台上 還有一個小凳子 讓他更高這樣 那其實這個都有在相應 就是我講的是權威 你們要聽話 而且你看我很高你很低 你都要仰望 那個姿勢就不一樣了 那我現在講到就是在你中間遊走 所以我一直說我要用無限的 今天終於拿到一個無限的 我可以走 我可以走到最後面 可以問你問題 那個就是一個姿態 This is a gesture 一個姿態表示 我並不是絕對的 我只是你們請我來 這段時間我責任比較重 我是講員嘛 但是我有時候會故意把我睡東西 掛成問題就讓你有機會 在禮拜當中 會中也可以回應 那黑人的回應是說 我講的人就 阿門 Hallelujah 這個叫做chorus 這個好像是在拍手 鼓勵這樣 但是我常常是用問 我問 然後你可以答 你可以自由的答你的想法 你看耶穌跟撒瑪利亞 有很多是問跟答 在對話的話 這個就是我說的 耶穌是相當後現代的一個 傳統的方法 那我會詳細的分析這一段聖經 可能會發生一些時間的話 第一個就是 當後現代人感動的不是理性 是愛心 後現代人覺得 你真的是關心我 這個是第一點重點 你是從心裡面 是真的關心我的需要 那 耶穌去到撒瑪利亞的結盤 那裡講到一句話 就是他必須 這個是 約翰4章第3節第4節 那你這樣說說 他就離了猶太 又往加利利去 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我要講的是這個必須 這個必須不是必須 因為猶太人從來不會經過撒瑪利亞 換句話講就是 我們會避開 好像記得有一次是 哪一個航空公司就沒有避開那個 西伯利亞 然後就被蘇聯打下來 那個是哪一家 喊喊喊是什麼 有沒有 就打下來 就打下來 那我這一次坐飛機 從 從溫哥寶回來 我就看他的飛行道 他就必須繞過蘇俄 他就故意繞到日本 到日本 他就趕從日本上面不會過進 可是蘇俄他就 必須避開 因為他如果懷疑你有什麼 就把你打下來 那個必須性在哪裡 因為他們是故意繞到的 這個是 對不起 地圖 智能小的就不必看 就看那個顏色就好 這個是當時的地圖 這一塊紫色的是撒瑪利亞 下面這個紅色的就是猶太 北邊這個黃色的是加利利 你可以說猶太國人 買撒瑪利亞人 中間很要戒斷 猶太人有的住在這裡 有的住在這裡 可是這個是撒瑪利亞人 如果你知道歷史的背景 撒瑪利亞人就是當時 叙律亞術 把北國媚皇的時候 他做了一種情況 就是種族遷徙 他把所有的撒瑪利亞人 那是北國嘛 北國的猶太人 可以好的整個移 移到敘利亞去當奴隸 整個遷徙 然後就把別的種族都移過來 就把你混 結果撒瑪利亞人沒有被搬走的 要活下來就只好 跟外國人結婚 就好像我們華人或是台灣人 移民到美國住在中西部的女的孩子 最大的可能是跟白人結婚 因為沒有幾個台灣人在那裡 那這個是當時的撒瑪利亞人情況 那所以猶太人看不起撒瑪利亞人 簡單講你們是雜種的 你們的血統混著外國的血不純 第二個撒瑪利亞人 他們的信仰是開草的保守 他們只抓摩西武精 其他的都覺得沒有權威 所以抓得很緊 那猶太人是有 其實不是覺得那些人活動 你們的神學也是有問題的 你們的血統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撒瑪利亞人是被歧視的 被猶太人歧視的 到一個程度猶太人不會跟撒瑪利亞人 買後面 那時候我小時候讀台語的聖經 猶太人跟撒瑪利亞人沒有往來 其實是沒有往來 那孩子在教學的寶寶 沒有往來 寶寶就在那邊就沒有往來 這是我小時候人講 猶太人跟撒瑪利亞人沒有往來 就是不來往 所謂不來往就是他是繞道 猶太人要到這邊 其實這樣走 這裡有一條路 它沒有 它是過河走綠色的這一塊 這是外邦人的地 到這邊再回來 就是故意繞道 有點像在台北市 如果你要到馬建醫院 你不會走七條通 因為七條通是九家里 近禮戶其中的地方 一般比較有需要的人 他就寧可繞一下 在台北就有公圍嘛 支持天蓮 你怎麼去綠燈布走來走去 你要幹嘛 有點這樣 就是不方便點 他能夠繞道 什麼叫節身至愛 不跟他們有不高差 所以他們其實是這樣的地方 這裡是猶太 好 他們的首都呢 那這邊 耶路撒爾在這裡 耶路撒爾 那這邊是加利利 所以在加利利的人 如果要去樓太 他們是故意繞 繞過來 然後再過來 這邊的人要回去也是這樣 所以 加百龍 耶穌的總部在那邊 那耶穌呢 要從耶路撒爾 因為祂本來在那邊 跟約翰幫祂試洗 然後祂就後來 自己也開了一個店 然後來去那邊 掛號的比不一樣的多 所以就引起一些爭議 然後耶穌就覺得 這樣不是辦法 祂就要離開猶太 然後回到加利利去 開一個新的婚店 這有一點像那個 在美國 如果你跟人家合夥開爭所 如果你要離開的話 你不能在幾公里裡面開業 不然會產生搶病人的那種情況 因為本來都是你看的嘛 在那邊就跑到你那邊去看 對不對 那這會被搞 他們很清楚 他們那個 維護原來的 你要離開課 但是你不能在 多少換來裡面開業 因爲是我想有一點避開 就是他就 不要跟約翰的學生在那邊爭說 哪一個人生理比較好 這是受寫的比較多 所以他就離開六三 要到加百龍去 開婚店 這個是一般的 渡太龍會這樣做 繞過去 然後再過來 但是耶穌呢 卻從沙馬利亞轉過去 他是這樣做 他的目的是 這裡有一個城叫敘迦 敘迦 在當時名字叫敘迦 在以前叫敘迦 敘迦 講到敘迦你應該勾起一些記憶 亞伯拉罕進去迦南地 第一個城就是世界 蓋的第一座塔就是在世界 這是亞伯拉罕第一個人 然後約書亞帶以色列人進迦南地 第一個城也是世界 在那裡要他們重新發誓 你要跟耶穌華還是跟耶穌華 要做一個決定 所以事件城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它是在山谷 它的北邊是以巴陸山 它的南邊是吉利辛山 那這兩個山內 形狀很特別像馬蹄形 他們叫做安比謝爾 我不曉得你看過那個叫露天劇場 露天劇場就是利用那個山谷的形式 所以不需要麥克風 不需要什麼東西 只要站對的地方 有音樂 有講話 聲音會傳到每一個地方 因為它利用那個地形的回音效果 那這個如果去美國 很多這個他們在山谷裡面 這種劇場是 你們門票進去是沒有屋頂的 上面就是天空 然後沒有椅子 自己帶一張布 然後就在草地上 帶一點什麼野餐 坐在那邊 然後那個樂團就在下面的地方 沒人都聽得到 它可以傳的那個 那個就是安比謝爾特 以巴陸山是一個安比謝爾特 吉利辛山也是一個安比謝爾特 好像兩個馬蹄形 把事件城圍在 事件城圍在山谷 然後 摩西弗路他們 然後有六支派站在 安比謝爾特的北邊 就是比巴陸山 要宣告 如果你不聽耶和的話 將來就會倒霉 狼狽又衰又衰 講了一大堆 神就做足 然後六支就 在基利辛山 他們就要宣告說 如果你聽耶和的話 你也想什麼都好 神就做足 就是宣告 那麼事件城等於 耶穌來跟他們的決定之後 你們都聽清楚囉 你自己要決定 你要王庇 還是王庇 那個地主我今天沒有給你看 就是如果你站在 事件的前面 事件在東邊的話 你的右邊是基利辛山 是南邊 你的左邊是比巴陸山 所以很有意思 If you are on the right then you are right 站對邊你就對了 因為英文的right 既是右邊也是對 If you are on the right then you are wrong 站錯邊對不起 你就錯了 所以那個意思就是說 神給你一個機會 You must make a decision 你要做你的決定 到底你要哪一邊 那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城 耶穌故意走到那個城 就是對猶太人來講 是一個很值得經驗的一個城 在那裡雅各挖了一個井 他們就是認為 基利新山是祝福的山 所以認為要敬拜神應該在那個山 然後猶太人不去那裡 所以他們就在南部 耶路撒冷在弄一個廟在那裡 耶路撒冷這個才是聖殿 那也不是 所以引起兩邊爭議的能力 到底要拜耶路撒冷是要在基利新山 還是在耶路撒冷山 所以女人就跟耶穌提出這個問題挑戰 說你告訴我 是在哪裡 哪一個山 耶穌說既不在這裡 也不在那裡 看你的心 在哪裡 他就要講耶穌把這個地點的爭辯 可以轉成心態的關係 所以不是location 是relation 你跟人的關係 決定你的敬拜是真還是假會 而不是在永福教會 還是彰化教會 不是這個問題 問題是你是真心來敬拜上帝 還是不是 或是說婚姻的幸福 不在乎你住在三千萬的別墅 還是住在兩千塊錢 你可不可以租得一個很糟糕的話 不在那裡 不在乎 心有沒有在一起 有的話地點不是重要 大概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用你的心來拜神 這個就是在這裡 引起的討論 那這裡 他離了猶太 又往這樣一點 必須 所以不是必須 這是刻意 那這個必須 我把它稱作愛的追逼 就是 一個媽媽生了小孩 剛出生的時候 他晚上三點必須起來 他其實不是必須起來 因為這個小朋友 晚上三點 肚子餓會哭 那廟室他會哭 所以這個媽媽在累 他時間到了 就爬起來 其實別人也可以起來 但是母親的心 我覺得是愛的關係 讓她覺得這個時候 我必須要問個小孩未來 必須要問他問他問他 那個必須 不是客觀性的必須 是愛的必須 所以在這裡我就舉這個例子 格林歐後書五章十四集中 原來基督的愛 記憶利用 這個記憶這個字 就是驅使 就是drive 我覺得耶穌這一次去那邊 不是猶太人 一定要走哪一條路 沒有人走哪一條路 故意去走哪一條路 現在他要把福音 第一次要待到猶太人 以外的場 這是他第一次 我把它稱作愛的必須 當你有愛心的時候 你就會進到後現代人的心裡面去 這是耶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叫做 love driven necessity 是被愛驅動的必須 好 第二個是 耶穌基督走路到那裡 剛好是中午 他又沒有帶水杯 又沒有帶水桶 所以他走 又熱又乾又渴 剛好那個女人也是中午來搭水 他也是又熱又乾又渴 這個叫做 你進到貴荒那種困難的處境當中 去體驗那種難處 這也是後現代人的很重要 也就是說 你不是站在外面 在那邊討論 你是進到那裡邊去 這個叫做認同 好像道成肉身一樣 耶穌體驗套中到旁邊 去溝激的那種感覺 你看看 這裡聖經說 那裡有雅各籍 耶穌因為走路困難 坐在警察 約有無症 這個女人 也是中午來搭水 耶穌中午到那裡 所以他們兩個是相同經歷 中午很熱 太陽下面要去找水 這個處境 耶穌進到那個處境 要講在後現代就是 你能不能進到對方的處境當中去 體諒對方當時的困難 可是耶穌給我看到的另外一點 進到那裡的關係裡面去 所以聖經說 西伯來四章十五節說 大祭司不是不能體恤我們的容若 凡事受死但跟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耶穌基督為什麼要道成肉身 他要了解做一個人是多艱難 做一個人碰到營養的時候是多麼難過 可以勝過那個試探 耶穌進入我們的處境 就像我跟你們講過 以前我們看過會中沒有人吃 我們就是把營養錢捲出去 我們吃得很飽 所以我們是幫助會中人 現在的學校叫小朋友 你也餓肚子 你也餓肚子 一餐不吃 爸爸就捐十分錢 你可以拿一張紙去 給所有的朋友錢中 如果我不吃一餐 你就捐十分錢 然後小朋友看到幾個人錢 那他如果兩餐不吃 你就捐二十分錢 那為什麼要小朋友不吃東西呢 他才知道 他把錢捐進入揮州那個小朋友 那種不吃的時候那種痛 因為你在說 You put your foot into my shoes 你把你的腳 換進我的鞋子 然後你就知道 穿這雙鞋子都難過 我們在說 將心比心嘛 但是進到對方的處境裡面 耶穌我覺得 祂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祂了解那個女人 套用到來 醉死去感苦的事情 這個叫做 道成肉身的死費 這個事情 應該會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還要在家裡 我們一起去唱 來唱歌 我們一起唱歌 跟小朋友 家裡唱歌 跟小朋友唱歌 當地唱歌 會唱歌 所以 我們這些人 跟生母的感覺 就覺得親切 因為跟我們一樣 這地方 來吃大嘴 吃大嘴 對我們做過大 那個叫做大嘴 我記得 那個內地會 他们去到中国的时候 一定有变子 因为清朝每一个男人都有变子 他们一定要用筷子示范 不能用啥子 这个叫做道理流行的认识 你到那个新的地方 不是让他们跟你一样 是你跟他们一样 那问题是你要一样到什么程度 圣经说这事他没有犯罪 他不是跟我们一样犯罪 可是其他都一样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 你要确定基督徒跟灰基督徒在一起 哪一些可以一样 哪一些必须不一样 如果完全一样 他不会来信耶稣说 你刚刚都一样 如果都不一样 他不会跟你做不一样 你是外星人 对不对 你是另一类 你有没有听过 那是圣灵啊 那是不使人间烟火 那个是圣人啊 你没改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艰难 你要够一样到 他觉得你刚刚一样 但是又够不一样 他觉得我有够 你刚刚刚一样 你现在借钱要够不一样 这两个的下面 人家才会有兴趣 来了解你的基督徒 所以这里提到说 凡事一样 这是没有犯罪 这个叫做同流 不合污 不同流 无关的 你比较厉害 对吗 合污 你说你跟他一样 通通通一样 这我不觉得完全一样是最好的 完全不一样是不好 但是你在什么地方让他们觉得你是认同他们 在什么地方能活出让他们羡慕的不一样 这个需要神给我们智慧 才知道怎么样跟那些人相聚 再来就是不同的文化 特别是现代跟后现代 不同的字文化 中间都有一个墙 这个不同变成一个隔离的墙 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搬离 把这个隔离 你才开国的话 就是 包括头鸡 半句多 好 你看这个女人 开始 跟耶稣对话 开始发问题了 这个女人跟耶稣说 撒玛利亚的目标说 你是犹太 这里少讲的 你是犹太男人 我是撒玛利亚女人 你怎么可以像我们要水磕 原来犹太男人跟撒玛利亚女 是没有来往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性别的问题 一个是种族的问题 因为犹太人 古代就是男女所说不清 这个是性别的颗离 第二个是 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 所以不会跟他搞产 不会跟他们讲话 不会跟他们吃饭 不会跟他们有来往 要保持自己的圣洁 所以这两个问题是 撒玛利亚人也知道 犹太人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有一点像什么呢 就是 在 在美国有一些台湾人就打死也不讲中文 再怎么样 因为俄罗法事件的结果 对那个 中文 那个 充满敌要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说 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台湾就是 在学校讲台语就被厨房 还关入台语城 我要讲国语 然后被花一毛钱 还讲国语 还有请问来要学 学 即便 有啊 我大人 我们就轮轮的说冠词 这就是同学 轮轮的就出来了 然后就包括老师 还讲台语 还有这个228事件 哇很多台湾人真的恨死人外省 你知道吗 包括 华仙国语 你知道吗 我忘记了我 因为我们这边叫做国语嘛 叫国语 然后我进来那边 第一次去美国 就说哎呀 我今天是要讲国语还是 讲台语 马上举手说 这里是美国 国语是英语 糟糕 我都忘记我在美国 那你在哪一个 你在美国啊 这个国语是 那是英语啊 你怎么 讲国语 后来我才发现 北京也不叫国语 新加坡也不叫国语 华语或是北京话语 北京话 我是普通话 只有台湾教国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的语言已经被政治化了 我们在那边长大 我们就自以为 就是这样啊 那就是国语啊 那怎样那个国字就是political 那是政治 可是我们长大了 没那个意思 新加坡在那中间 以后我就一定说 我要说可乐话 还是说北京话 这样 就好像现在航空公司 就没有中国 没有台湾 一样 我只好把他 那个政治语言哪种 北京话 跟古老话 或是华语 或是普通话 这样就没有那个政治历史 我刚才那个 没有那个观点 我就出一个 我们就说我就是这样嘛 你不知道 他那种隔离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历史的仇恨 留下的隔离在台湾人 跟中国人之间 其实蛮深的 我们以前叫做神经意识 有没有 那种 那种变退 很难 如果碰口 刚好你的方法是被杀死 你要当华语 是不是很难 我碰过几个 很好的朋友 包括我的同伴同学 就是走过 二二八的场景 所以我知道的都是我无一样的感同身受 你快点 我都会说 哇 你这么厉害 那怎么你要让他在一起 太难了 那 撒玛利亚人 跟犹太人 就是有这种 历史的 这个 仇恨在 所以这个女人就说 你是 犹太男人 我是撒玛利亚人 你这样是没有礼貌的 你这样是没有礼貌的 这样是什么 所以 很明白了 耶稣是犯了两个大忌 一个就是种族隔离 的大忌 第二个就是性别隔离 的大忌 所以甚至引起这个女人的 替判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一个在后现在 愿意转合为的人 他必须要愿意 跨过这个环境 你必须要跨过 跟回教主中间的环境 跟佛教主中间的环境 可是我们常常 只抱着说 我有真理 你那个是 歪理 我有 我有上帝 你那个是 悟鬼 我有什么 其实我们的态度是在主墙 不是在大墙 我们不是把共同的拿出来讲 我们把差异的拿出来讲 这个态度一显出来的话 对方就是shut down 那就是根本不听 你比较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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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你对嘛 好吧 那你就继续做你的对话 根本不想听 那耶稣必须要 阿姨妈 必须要跟你被替 跨过这个环境 这个墙必须要有人跟你拆 所以 保隆说 在基督里面 不分犹太人 西尼尼人 自主的 维隆的 男的女的 这里有三个格里 第一个是种族 第二个是社会地位 第三个是幸福 今天在台湾 幸福要办法 幸取向 现在是 很厉害 因为要公投 我知道两边以前是 恶劣 现在比较文明 大家必须去联署联署 要通过要公投 你觉得 公投出来的结果 会是真理吗 不会 只是人数比较多 没办法 在民主的时代 就是克兰这样 所以就去 就去 我们要过的那个门槛 我们就可以共投 就可以表示我们的意见 这是民主的 社会 或是 至少这个比较文明 你喜欢混淘乎吗 大家表示我们的意见 可是以前的那种谩罵 现在比较少听到 我觉得这是比较进步 但是大家看好不同 那是一个隔离不是吗 性取向 会不会是一个隔离 我想是 在台湾至少目前是 幸福也是 现在好一点啊 那女人不能当牧师 有没有进步 以前 我告诉你 你去调查神学员的 性别比例 跟在教会当牧师的 性别比例 你性还是偏低 所以我们叫做 制度上已经公平了 可是实际上还没有公平 知道吗 就是我们并不禁止 女人当牧师 可是教会不请 女人当牧师 教会可以请女人当牧师吗 有一些教会已经突破了 那你们可以当牧师 这个是我很高兴的 我认为 性别不应该是选项 就是在性别面前 我们应该是 遮瑕 我们在意的是 这个人是不是神的呼召 他都没有 愿意服事 他都不能带你教会 可是 我的观察是 实际上 如果你是女生的神学 毕业以后 你就会发生 你的目标拚的机会 你老婆的感觉 你的教会就是说 那女生晚上看到 乒乓店啊 怎么样啊 怎么样 有各式各样的借口 或是理由 然后他们宁可还是找一个男的 那这个是无形的 这个要经过多少时间 才能够把这个范围拆下来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 我们在体制上 长老会 已经把这个拆掉了 但是在心理上 我觉得还没有拆掉 这个不是总会可以亏定 那这小伙伴就不请 你要怎样 我的理由也不是 是女性啊 投票不要过啊 还是不合适啊 我不讲性别 你也没有办法 但是坦白讲 如果你看那个比率不对的时候 我们叫大数据知道吗 那你就知道说 这里面还是有歧视 这个我想还有一点 已经好很多了 这个就是幸福 还有社会地位 精神分裂病人 进入教会会不会被排斥 一定会 在台北的同学是 就把街友进入 都代替教会 结果被小会开会 就会被他开除这样 真的 我讲的不是故事是 是这个 因为 额经神分裂病的人 都搞不清楚 那个 椅子 没有 提名字 不是有固定位置 知道吗 第三排的 第二个位置 是无法掌握的位置 他如果没有人的话 没有人敢坐 可能都会下来 那个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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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这个是不错的 你这个一个膝盛 一个一个医院 中间还有这个空位吗 医疗呢 医疗呢 那个就没有规定你要坐在哪里 对不对 那整个是一条那种 那种医院 那很加弱的 你们气不够 大家都没有 用这一条鱼 接五个 大家都也接四个 这样跟腾红 还没起来 就流汗 也松开 所以 都有空位 不过这样做六个的 就做五个 这样把它舒服一点 然后有一个精神分裂病就来了 看都没有规刺 感到这个 先生跟太子 还有一点空位吗 他就舒服 就把这个病狂一下 把这个狂一下 就坐下来 就坐在老公跟老婆的中间 因为他不知道 那是 精神的问题 而且 我谢谢你故意叫 操操 你说那对护膝那天可以礼拜吗 一个陌生的 屁股跟在你旁边 骑在你的老婆中间 然后整个礼拜 然后又有味道 所以他们受不了 就跟牧师说 不能再找这些人进来 那牧师说 耶稣说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啊 怎么可以规定 那些人不能进来 如果牧师被开除 想要依据说 这些人不走 牧师走 牧师走这些人就不会进来 我在美国之家 想要引街友到我们教会来 把东西给他们吃 懂 同样 我们可以奉献钱 去给那个给街友吃的教会 就是街友不能来我们教会 为什么 我们的女儿不安全 万一哥被抢报 他怎么办 万一小时被他带坏了怎么办 人街友不只是街友啊 别讲道啊 别讲酒啊 别管教啊 这样的问题 你知道 这个为自主的为辱 那个社会 社会状况的不同 其实 我觉得大部分的教会 是没有爱心 是叫做中产阶级俱乐部 这样讲对吗 这是有钱有闲的人 来那边打二岁的地方 那礼拜天又有兴趣啊 我叔叔说了 又不买疼 又这样 跟他催眠去 这一天很辛苦 很担心 很担心 我们是犯罪嘛 但是 极端的人进来 我们会不睡 坦白讲 所以你不要以为 保罗这么一句话很简单 我觉得不简单 这里面对我有很大的挑战 你可以心平均合 接下来跟你不一样的人 不要说同性恋 只要说那些 接友就好 是中中的对啊 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 抵塞病人 那个爸爸就把他 抱起来 这种爸爸有爱 我讲过 你有爱心 你就先把他抱起来 然后再洗澡 并不是不要洗澡 不是先洗澡 然后再握我手 先抱起来 这个不同 就是那个说 无条件的接受 那个是要打破管理 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我要讲的是 Ettitude 那个态度 你有让他们觉得 你接受他 还是他要先怎么样 你才可以接受他 我们这样 就那个 打树树康的 要戒掉 然后受洗 我们就讨论说 他电还抽 那我们应该可以受洗吗 是不是等他电戒掉再受洗 那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对他那种确实 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就是力还你知道吗 这样说 不跳舞 不抽 不喝酒 不看电 你应该才可以受洗 清教主是这样 知道吗 他没有散步 就是用这个 就切了 就把人切了 这个就是种族 种族 犹太人跟西利尼人 这是外邦人的代表 这是选人的代表 这是社会地位 这是信主 保罗说在基督里面 都成为理 这个是理想 实际上 我觉得 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还是物以类聚 在美国的 敌敏教会现在都头痛了 就去指教课 他们 我在的时候就说 你如果没办法 做点意思 让你的教会设定要 最后要管人 因为这是美国 你的孩子 后来一定是讲英文 孩子如果不是的话 孙子就是 慢慢慢慢就 听不懂母语 在美国已经看不到 波兰人的教会 看不到芬蘭人的教会 一切都没有 其实以前去美国 也没有芬蘭人 也没有波兰人 也没有意大利 后来都是英文 他们比较早英文 我们比较慢 所以还有台语教会 还有什么 山头话 可是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快要过去了 华语还可以 因为华人的英文还是很多 可能还有几年 他会 还可以 可是台语就 几乎要完蛋 那教会就很头痛 你要不要开华又失控 你不要不要做英文 那我跟你讲我们失败的例子 我在芝加哥 我是说 台华你失望 总共难对 他说 他说 我们连到北市 到够了 够了 够了 吃掉了 吃掉了 最近这句话 这个礼拜当时 我们骗的 他们一直来到 礼拜到吃饭都吃得很大碗 我都不給予 三天要死 吃到要死 那沒關係 現在還好是 他如果要你這麼多 這個刀票 牧書就奧 在我們議長請一個牧書來 不要說台語 我們就起來 這個有可能 在美國就是用投票的 就是不可能 但是我就覺得說 這些人也是要把他傳統拼 我們就以前叫他講話 也要說國語 那種勇烈的破破的國語 也是可以跟他傳教啊 他們說不可以 最後我通過的理由 就是說 我跟他們傳 他們要受洗 不加入我們教會 這樣可以嗎 他們說這樣可以 因為怕他 欸欸欸 所以我做他們那樣 我做就是說 但是你不能 聽小語或聽大語 就是說牧師不能夠 就把時間做華語的台語 就很不久 我說變成可能 我剛才當我小時候都要看 我自己脫皮疼 我本來錄一個台語教會 對不對 那現在我現在台語教會 越來越少 我說那五十匹要開拓新的時光 不然這個教會都不起來 他們同意我開拓 可是 受洗的不能加入這個教會 是自己 我弄到幾乎要禮拜 就從查清班 弄到差不多到獨立 他們也開始有奉獻 也不是都是中國的啦 也有台灣的也有新加坡 不要說台灣的也有很多人 但是也有中國的啦 然後我走以後就沒有人繼續 那個法語就散掉了 那英語就沒有人 對你自己的兒子就是英語的嘛 很快就英語就起來了 那起來了 我們就要找收英語的來 代理這個英語的嘛 結果他們請不到台灣出生的講英語 後來請到一個印度人 至少亞洲人嘛 講英語 印度人來帶的很好 但是連進來的都是印度人 哈哈哈哈 年輕的印度人 因為印度牧師嘛 以前是我們台語人出的喔 那帶進來都是印度人 那印度人咧 那個味道跟我們不一樣 那個時光時光不一樣 所以我們台灣人就看到印度人就 就算不算了 那後來就是 印度牧師也覺得不對 就好像雅各看到 他覺得 他的優格還是臉色不對 這個印度牧師就離開了 這個拼拼拼拼就帶走 就是這樣 我們並沒有趕他走 你氣勢也不發抵 你知道嗎 你在一個處境裡面 覺得沒有被尊重 然後一直被懷疑 一直被排斥的話 你要不然他們可以的時候 經濟可以的時候他們就 我就覺得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便宜思考 你們也不發抵 那你們在那裡 印度越來越多 我們的你們也不發抵 所以我們等於是犧牲了 我們第二代理性 就是 我這次去芝加哥 剛剛回來 看來 本來150個人的教會 現在剩下40個人 都沒有隔壁 都沒有隔壁 這是沒有隔壁 這是沒有隔壁 所以這個隔壁 這個不跳過去 有時候有嚴重的後果 所以必須要把這個隔壁打破 那打破隔壁最成功的應該是 那隔壁其後 他把東德西德的那個打破 是雷根 強迫他 1987年6月12號 羅娜雷根 這個雷根呢 就跟隔壁其後說 Mr.Kobachet tear down this wall 這次用我們的一句話 他說把這個槍拆了吧 那些東德人 很多為了跳那槍 被那個東德兵殺掉 很可憐 德國本來很強嘛 後來不能以後 東德就變得很 很窮嘛 那西德很發達嘛 後來西德是 花了很大的代價 把東德 他們現在動起來 對不對 那當時用拆那個 是很不容易的決定 可是後來各班幾乎不同意 因為他們個別佔領嘛 德國是戰敗國嘛 兩個國家 可是願意拆開 德國現在是 算是世界的牆 相當強 就是那個牆 所以至少 要給Cobachet拍個手吧 他不同意的話 是不能猜的 因為這兩邊 整個 民主跟共產的那個 那個動陣 好 好 再來 這個更好 這個叫做 弱勢傳遇為皇 耶穌問到這個名字 第一句話不是 我給你水 第一句話是 請你給我水 因為 我沒有水桶 這裡有水井 可是我喝不到水 必須要有水桶還有繩子 才能夠把水從井裡撈起來 我也沒有被子 我煮完了 所以 因為 我有需要 你可以幫我嗎 我們當分傳遇為是 你有需要 我可以幫 幫到一個程度 你拍攝 你會對我去幫忙嗎 這個叫做 強勢傳道 你多少說到這話 逼人家來聽輔導 對不對 我們就 但注意一點點是一樣啊 就是你們來門診 聽牧師講到一個小時 我們就花一張膽子 可以等一下看病的話 就打折了 對啊 然後如果你來信教的話 裡面你們就多一點點 我們過去台灣 不是這樣子過來的嗎 我不是說這個絕對不對 只是這種方法給對方是有壓力的 是有壓力的 耶穌這個方法是 我是請你幫助 這是真特別 我的弱勢傳遇為好 記者耶穌跟那個學生說 你們出去的時候 不能帶credit card 不能帶錢包 什麼都不能帶 到一個地方 講傳道 如果人家田裡換吃 就除了沒有換吃 就沒有換吃 所以是 傳道裡面是 完全要依賴被傳道的人供養 所以這個時候 你如果不講得好聽一點 我怕你晚上都沒換吃 你要把道講得 人家聽得如醉如痴 然後就 好不好 不好意思 請你晚上來吃個飯吧 這個對傳道有好處啊 他拼拼的把道講得更好 不然你晚上就 弄晒 所以你看 我叫他們那個偷波 有沒有 有沒有 就去講過 天主教那個Francis 是當乞丐 當乞丐 還可以傳教 我不是拿著面板傳教 你有想過這個是 逆向的操作 耶穌作為方法是這樣 我記得 我跟你講 後現代是 同情弱勢 或是認同弱勢 自己成為弱勢的人 然後跟那些弱勢的人 就可以共臨 知道嗎 所以耶穌成為一個 需要幫助的人 我不是要幫助別人的人 這個也是一個我們可以學習的 耶穌對祂講的地方是 請你給我水喝 後來才說 我有那個自來水你要不要 那時候後面 後面才 那個你如果說 那你有自來水 你剛才有各種淘水 是什麼意思 可是耶穌已經 從物質跳到樹林 那個你聽不懂的話 你就卡死再來 這個聽話就是很麻煩 好 耶穌跟那個學生說 人家白什麼你就吃什麼 所以當耶穌的學生 必須要胃口很好 然後 不能挑食 就是你是接受幫助的人 你不是帶著麵包 帶著什麼 然後就是我給你吃 然後我把福音給你 我不是這樣 這個是比較壓題 我叫做白恩和克里 勝利的 勝利的基督徒的態度 我有真理 我有錢 我什麼都有 你什麼都沒有 我給你一些好處 你同時來 我會給你真理 我什麼都是我給你的 你都是從我去做 這是過去的殖民 殖民主義的傳如因 大概是這個方法 像叫起來 耶穌是很後現代的 但是跟那個是完全立向操作 這個叫做Receiver Vulnerability 接受者的脆弱性 你扮演的事 不是一個強勢 是一個弱勢 Vulnerability 就是說 如果你不給我吃 我就餓肚子 如果你不給我喝 我就口渴 我是一個需要你幫助的人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態度 特別壓力 特別拗力 誰要跟他拜託 耶穌是永生神的兒子 祂還需要扮恩 或是說 耶穌出生的時候 需要瑪利亞幫他換尿庫嗎 宇宙的主宰 難道需要人家換尿庫嗎 你有沒有想像過 希望瑪利亞餵他吃奶嗎 如果要的話 耶穌那個時候是很脆弱 那個叫做Vulnerability 帶了一個脆弱者的角色 來分享這個拯救的福音 記得這個電影嗎 叫做The Mission 招我們那整教會 那你就有兩個不同的神物 一個是強勢的神物 他會打槍 他會什麼 他會把敵人的 這裡裡面的槍 偷出來 對抗跟對抗對抗 另外也就是說 我們就是 老道 忘彼下 電影的結局很可憐 兩個都死 還是 葡萄牙 西班牙的兵 還是 傳艦泡力 整個部落都毀掉 電影就結束了 那個也是相當到 我們深思的一個電影 可是它是三類電影 它不是教會電影 但是它把那個 中南美洲的革命神學的背景 我覺得有了達出來 中南美洲 我天主教在那邊 是強勢的 是跟政治結合 壓榨當地的 黨百姓的 那個一鼓一鼓很可怕 我們說政教結合 那個力道很可怕 可是其中的神怒是反抗這個 結果我都死了 但是那一個 弱勢者就是 耶穌辦的角色 其實我應該講說 那個就是 門諾會的角色 在所有教會當中 只有門諾會是絕對弱勢 他們絕對和平 寧可被敵人殺死 也不會拿武器 那天主教會 討論什麼時候是公益之戰 必要是 這個叫做暴力辯論 必要是 我們應該拿起來保護自己 我現在沒有說哪一個盾 哪一個錯字 是在神學上 關於和平跟戰爭的爭議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題目就是 那這個電影告訴我們 就有兩個 一個是說 我們應該拿槍保護自己 不應該任憑人家宅客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仰望上帝 那結局講話上帝也就是 靠自己的力量也是 靠自己的力量也是 對方力量是太大 這個是無奈的 The mission 這個是 帝國的殖民主義下 內的犧牲 再來 你看 就是 耶穌引起這個女人 想要繼續講話的性質 這個很重要 你必須要到一個程度 就是對方想跟你講話 那你就有機會 傳入你 耶穌回答說 你若知道神的恩智 跟你說話給我水 或是誰 你必找我求他 祂給你多水 所以這個水的問題 一直是他們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中午來打水 耶穌是中午到那邊 碰到一個中午打水的女人 很明白了這個女人是在社區被排斥的 她是弱勢的 她 為什麼中午來打水 因為中午沒有人來打水 她你就會叫我指指點點 這個女人的背景 讓她混清晨來打水 因為所有的女人 都是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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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泡水 如果他一直來泡水 就讓人到那邊 就讓人回答 幫忙也可以 一條鵝酸 可是他為什麼要泡掉你打 因為他曾經用一個先生 現在跟他住的不是他的先生 他有這個不幸的婚姻的這個紀錄 可能在當時保守的時候來講 是一個會被批判的 所以他只好中午來打水 到那邊耶穌跟他說 其實我加一個一種水 我必中午來打 這個就引起大很大的興趣 因為女人馬上說 那大隻隻 那我就不用挑頭鵝酸 來泡水 你就知道對女人說 聽到泡水是人生的一個大痛苦 他不需要這樣 可是因為他的婚姻背景 逼著他這樣 他有他的痛 耶穌要把他引到 他的痛的各位 要跟他談到福音 那在這裡耶 耶穌談話 就引起這個女人 正是她的需要 這是水的問題 這個叫做Fair Me 耶穌有一天去講道 然後人太多 沒有辦法 他就只好用那個 露天劇場的方法 那那個山谷不共 他就把那個漁船借一下 然後到湖裡 就是創造那個湖水的湖 不是比較深嗎 就用那個 講完道以後 他就把船完整他的漁舟 那時候把他隔下來 然後他就多問你 就要說你長得了不起 都沒有啦 都沒有做到 都沒有做到 他說那你要不要再去抓一次 那彼得怎麼做 彼得說 彼得先生來 你也不要這樣 如果要幹得 還是做法 你就比較厲害 因為你爸爸是做木工 可是抓也是 想說我會轉掉耶 我晚上都抓不到了 你剛才引了那麼多人來 他在醫院 如果有希望 讓你走 走到沒辦法吃 你還叫我去抓 我就竟然要死了 你再睡了 他也不竟然抓不到 他就講正經 但是最後他說 你年紀先生 好啦 至少表面上 你尊重一下 我就去百合樣子 結果 你當不起來 轉到陳相去 怕他 你知道嗎 這個人不是普通的 因為你不要抓魚 他有什麼特殊儀器 還是GPS 他怎麼知道 那種下去怎麼會有魚呢 他就發現 這個不是普通的 然後他就發現 他是這個 這個很好 這個樂彼得的那個過程 其他的人看到你 就很高興 彼得是終於看到自己 因為你有沒有過 神給你恩典 結果你看見你自己的部罪 但是你看到的是恩典 好像懷疑喔 就像以賽亞 那個烏西亞王宿的那一名 他在聖殿 看見六和王 走在高高的王座上 以賽亞發現他早上忘了刷牙 會 還寫我還在無省水 所以有口臭 很好玩喔 如果是我看見神 在高高的聖殿 我一定馬上拿照相機錄影 然後我一直告訴你 我們都在這禮拜年看到 爺華憲憲 奇怪 當時有很多恩典的時候 我會不會有自省 我覺得彼得還有這個難度 他會看到他自己的不足 那 這個是 耶穌引起彼得的興趣 因為彼得是 就是 抓魚的嘛 整個晚上抓不到 所以讓他抓到魚 結果彼得注意的不是魚 變成他的連性 而不是 你當作我是罪人 今天離開我 那是說我沒有難 那你從今以後 你會離開魚 不是我離開魚 因為你要用抓魚的方法去抓人 這個叫做得人 不得魚 我很喜歡這句話 就是 我團隊給你跟他下我講話 怎麼聽我 因為我的專業不是抓魚 我的專業是在下我講話 可以下我 所以以後你要傳入給你 好像是跟精神病人講話一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神會用你本來的專業 奉獻給神病人 都能夠幫忙去專業 你不必用信的幫忙 看你的恩知識在哪 本來用在別的地方 都可以 拿來神或被神使用 所以他說你要得人如得魚 而不是 就離開我 不是在 好 這個叫做inducing design 引起對方的興趣 這裡有一個叫做 逆理性的奧秘 因為他是沒有水 要請人家給他水 可是他確實他有活水 這裡就會 如果我是那個人 我心裡會低估 那到底你是有水沒水 那你有活水 你還可能要一杯水 什麼意思 就會引起一個心境 後來才發現 他講的那個活水 不是喝的水 是心裡面的那個聖靈 他已經要把它轉過去 如果你沒有轉過去的話 你會聽不懂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好 所以耶穌在這裡 就怎麼從他的物質上的問題 轉到屬靈上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傳統的一個很重點 你一開始就跟他講 靈性以無處理 你跟他講他的興趣 然後在哪裡可以把 現世的問題 轉成靈性的問題 這個就是 你要開始學的一個寶貴的功課 什麼地方 何時轉過去呢 有沒有注意到耶穌轉過去呢 他說 你無所屬的水 要不要不要水打 因為水 變得在裡面 一直牽出來 夠英雄 所以在這個 這個水已經不是女人講的 喝的水 這個是在心裡面可以懂到永生的水 所以在這裡耶穌就很巧妙的轉過去 就好像保羅在雅典 看見人家拜拜 拜了人家 他就說 欸 你這千萬你怎麼在拜 叫做未事之神 我告訴你 我就有跟人家說 欸 你真好 你拜我拜 我跟你看 這千萬就是贏我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尊重人家的信仰 保羅先尊重的那時候說 我看你拜神喔 比我那拜贏我還欠盛耶 你看過台灣人在拜媽祖 比我們在教會裡拜來健常 你都要一個禮對不對 你跟人拜我做一個禮 我給你幾個禮拜年時間都坐下 你敢坐下 再坐下去 你不記得我禮拜心靈都要整個禮拜 對嗎 還有那幾個禮拜 人家說 幾次禮拜 幾次禮拜 那真的是這樣 所以對方的信仰 值得我們尊敬跟學習的部分 我們應該可以肯定 這是我們的態度 那一個禮拜可以傳那幾千年 一定有某些禮拜 不然很多禮拜都走不走 所以現在的世界武道宗教 他們要給你們的禮拜 那個禮拜你客氣發生出來 你可以給它肯定嗎 我們過去都是先把它打死 然後叫它來信耶穌 在或現代中不強調 是說它有好的東西你給它肯定 不代表你就是它的生命是真的假的 你不必去打 但是他們的方式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是我們應該肯定的 那這樣的話會建立彼此溝通的那個管道 知道嗎 你如果跟人家都沒講好 人家也沒辦法插掉 你自己就把那個門關掉了 所以你怎麼傳呢 所以他慢慢的都把它導入靈性 在這裡也是一樣 他們不是吃便當嗎 那個耶穌講到 講了太久了 然後人家飯店都關了 然後耶穌說 擦擦 你怎麼叫他 叫他去買 他說沒有了 我們錢不夠 然後耶穌說你們有什麼 一個小朋友傻傻的時候 問我一定要給你 耶穌就讓我們吃飽 他們發現哇 哇 來我們要上課還有便當 這個不錯啊 喔 以後就找不到的 來就是要等著拿便當 耶穌說另外一邊 他們又不敢過來 耶穌說你麻煩這樣吃一頓 麵糊在一塊這樣 我有更好的 那個吃了就不會餓了 耶穌就從那個吃了會餓 馬上轉到靈性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你 你的傳威在什麼時候 跟他談關心的問題 什麼時候就從那裡導入 你強要跟他談的 這個靈性的問題 這裡耶穌就吃食物 然後就是護手吃了 這個已經導到永生了 永生的食物了 而不是被幹的 這個叫做 from feeling to getting with me 從他現世的需要 導到永遠的需要 這個是在或現在需要 我們要學習 要巧妙的可以轉過去 再來就是對對方的一個 完全的接納跟肯定 這句話很好玩 女人說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 是不錯的 後面是你已經有五個丈夫 現在有的 並不是你的丈夫 你這話是真的 兩次 說他不錯說他真 這個叫做表面的真 對不對 他曾經有五個丈夫 好像雅伯拉恩跟他說 這是我妹妹 你講的是沒有錯 可是他跟你結婚你沒有講 你只有講她是你妹妹 你表妹 這個叫做誤分真理 可是耶穌把這個誤分真理 拿來強調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講話都不是全對 他都也有對 有很多人要告訴我 但是耶穌挑對的不會說 你講這句話是對的 是真的 可是你實際的情形 你不用全部講 那些人才嚇到 可是耶穌在這裡 你都沒有罵他 說你給我騙 你亂講 都沒有 所以在獲獻在那種 尊重對方 然後在對方的一大堆錯誤當中 找到幾個正確 強調他的正確的部分 來接納他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態度 因為沒有一個人 從頭到尾講的都是亂講 總不會有幾句比較像話的 你就要強調哪幾個 就說你這樣講是真的 這個是耶穌的帶著 我們可以學 我們可以學 這個是約翰 約翰被抓去勞理 然後約翰是耶穌的起伏老師 然後是引耶穌 幫耶穌受洗 然後引耶穌到友誕 甚至把自己的學生 所以應該還是他的表哥還是坦克 所以應該是 對耶穌是很有貢獻的一個前驅者 可是他被抓去 已經可能被判死 亞穌僱來探討就沒有了 你怎麼會聽到我 說沒有你也給我耐一下 你也給我耐一下 還是 你也給我耐一下 完全不教過去 到底你是不是尼賽亞 約翰開始懷疑 如果你是尼賽亞 難道你不知道我運到困難嗎 我對你沒有苦勞 又有一點功勞 你怎麼不表示一下 後來約翰動不掉 我派人家先去 去 去 去跟亞蘇 亞蘇跟那些人說不說 你的老師是詮釋最最榮大 不能真的沒有苦勞到 你這個不得了人 人家已經懷疑他了 他還是肯定這個人 這個人對耶穌的信心已經動搖了 對不對 已經不得動搖寫了 耶穌說這個人 不能真的沒有苦勞到 這種 這種一直以正面的態度來肯定 懷疑他的人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一種態度 所以我覺得我待會兒現在是態度的問題 好 避免對立 在現代 常常都是對立的 因為在現代只有真 誰是對的 那如果你贏了 那對方就是錯了 對跟錯是對立的 如果我們說 我們只是角度不同 這樣就 沒有對立 耶穌是 他們說在這個山後那個山 耶穌說不是 是心靈誠實 所以根本沒有回答是這個山後的 不被他進去那種 對立的爭辯 這個也是在 或現在我們回答耶穌學 他說十二戰道 也不在這山 也不在那山 是用心靈誠實 所以跳脫那個對立的爭辯 降雨給好人 也給歹人 意思就是說 上帝下雨的時候 把好人壞人都似同 需要雨的人 我們都要分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這個就對立 在上帝的恩典裡面 你們都是需要我給你雨的人 他在降雨的時候 就不分好人壞 並不是說人沒有好壞 還是有好壞 可是他在施恩典的時候 他不 不盡把人分好壞 他說你們都需要雨時 所以全部給你 這種 這種施恩典 不對立的這種方式 這個叫做 避免對立 避免對立 好 他用對話的方式 來解釋對方的懷疑 這個護人 你看看 跟耶穌一直問說 你看看 我們的祖宗 給我們留這個景 那大家都喝這個 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你說你有什麼 什麼火水啊 什麼 我們幾周公啊 這個把祖宗拿出來 有時候就很難 因為台灣人常常說 拜周公 周公強大 那你怎麼去回答 這樣一個議題 這個 在台灣要傳教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祖宗 難道你比我們祖宗還大嗎 那所以耶穌是講到 這個女人敢嗆聲 我想講到就是這樣 對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聽到牧師嗆聲 你看這個華益塞人也嗆聲 難道我們潛美嗎 難道我們瞎子嗎 所以一個好的傳道人是 年輕的人也敢跟牧師挑戰 大家看著你都不敢說 喔 給我們站上 是敢挑戰你 那代表 你在他們的心目中 是可以對話 你知道嗎 是可以懷疑的 其實我很想組一個叫做 黨氣勾團鐵 有時候講完道 教會有一群人可以 對我道批判 就是這樣講 或是你這樣講不好 應該這樣更好 其實如果我可以成功的話 那麼我就有機會 總會有學習 下次講同一片道 我就可以死了給他死 你知道嗎 沒有一個牧師是 講得到是十全十位 總有一些比你老了 對不對 但是你能不能到一個程度 會有幹 跟你講完是不是 感謝牧師 喔 你講得很好耶 喔 我很感動耶 哈利路亞阿明 每個禮拜都這樣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真的那麼好嗎 還是人家不敢 不好意思 常常如果有想像 最意外的就是我老婆 因為她知道 我不會跟她離回來 就是說 她跟我九到一個程度 她覺得她可以 直接電出說 你這樣說不定 你知道嗎 那個必須要有夠安全感 那如果沒有 那如果我們 如果說我老婆 就這樣做到 那是我們的牧師 我們要尊重一下 大家好看見 對不對 何必 何必 扭這個麻煩 所以怎麼樣可以 讓弟兄姊妹妹 跟你談談的跟你 溝通 這個是歐現代英文很重要的 就是 大家路邊 那個大國平 用對話來教學 用對話來教學 最後就是抓著機會教學 這個叫做機會教育 學生買了便當 發現 耶穌跟一個女人在講話 這個有點像那個 子路看見孔子跟男子在聊天 然後就說 哇 你們怎麼趁我回家 有時候跟那個女人講話 孔子說 我怎麼會是 我怎麼會是 孔子只好救助 你知道嗎 有沒有看到那個記載 孔子見男子 然後子路就開始有點叮叮叮叮叮 耶穌在這裡講 那個學生 買了便當 然後那種 看我們不在耶穌跟那個漂亮的 沙瑪利亞物 在警方去裡咕咕 然後就有一點 有一點在懷疑 耶穌就趁幾位跟他講 好 很久了 他說請吃 然後耶穌說 我吃飯 你吃什麼 我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才我來自的旨意 他把那個吃 就帶到遵行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要他們用愛去傳呼應 然後很老闆 他就跟他們說 你看舉目看天 不是還有四個月嗎 但是其實是白的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嗎 那個就是 那個時候其實是 綠的啦 就是受割還有四個月嗎 可是那個女人不是跟著去講 然後就說 這個普通人不是喔 這個是不是 所以就要追滿客人 走進去審來 去跟審來的人說 欸 那有一個很奇怪的人喔 我叫五個月你也知道喔 你要來看看喔 那個可能是不是 結果這個女人喔 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女人平常是 不會去找人 因為他去找人也會不會 那現在去找人 沒辦法 很奇怪 這個人一定是 我把他做生命的改變 本來是盡量逃避別人 現在改 而且 很熱心的 他說什麼 是怎樣 我們去看看 撒瑪利亞他們 基本上他們都穿白衣 男的都穿白跑 就是地點白跑 然後從城裡面 一堆撒瑪利亞跑出來 遠遠看就是白白的 好像那個風在吹這樣喔 所以耶穌很好 耶穌說你看看 那個鐵都擺的 其實不是啦 是撒瑪利亞跑出來 其實是綠的啦 那他就又在那時候 要收割啦 已經成熟了 這是真的已經必備好 要信我們的 所以 我的沒有那麼多 我一個人 你們要幫幫我去傳啦 所以耶穌趁這個機會 給學生一個教導 這個叫做 借機教育喔 看見一個那個 那個白路長有沒有 然後 他跟耶穌說 欸你 你不用來 你甘實重點 我還要還這樣 就好了 這個叫做 遙控醫病 這個 這個 台大醫院的意思是說 你不必來啊 你在台大醫院 電話講一句 我的病就好了 大概是這個意思 啊真的喔 真的喔 而且 那個白路長還問喔 一定要好 高降 對啊 亞壽的高降 各位 他還檢查你 那個白路長還 檢查的時候 那個時間對不對 外線時間對 保護長就信了 耶穌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的事情 亞壽經常 拜拜人 來鼓勵基督堂 你知道嗎 欸不是基督堂 那個是外邦人 那個是不信的人 可是 不信的人 像我像那個 撒瑪利亞人 那個好撒瑪利亞人 那個長劍的 信仰的不對 什麼都不對 種族也不對 血統也不對 可是他是唯一幫助 那個被打暗示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要從實際學習 大概是 我從耶穌學的 你可以從不同宗教的 學到屬於的功課嗎 這也是後現代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方法 這個叫做 Kairos 就是抓著機會 你可能 可受教的機會打開的時候 你要抓那個機會 去教他 當這個學生已經 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趕快 抓機會教他 好 保羅的教導 保羅的教導 就是 哥林多 前書十三章 第九節到十三節 這個我把它稱作 或現在的知識論 就是我們看一個 維納斯的神像 有三個 不同的面向 一個是正面 一個是右邊 一個是後面 看到的都不同 其實這是同一個人 但是由於面向不同 Different perspective You see different picture Actually it's the same person 同一個人 可是有四個面向 如果你是從上面看 就是一個圓圓的頭 每個人都 你的鼻子看不到眼睛 看你從哪裡看 那你沒有鳥凱的 能力的時候 我們只能看到這個 或這個或這個 大家看的都不同 可是看的是同一個 這個就是 後現在的知識論 把我講的 叫做有限 有限 有限 所以在後現在 對聖經的看法也是一樣 同一本聖經 每一個人看的是有限 是 你是福音派的面向 你是自由神學的面向 你是保守神學的面向 你是領恩派神學的面向 我們不能說領恩派就不對 或是保守派就不對 我們只能說 我們是站在不一樣的神學 傳統當中 來看同樣的一本聖經 這個就是後現在的 保羅他的觀念 他在課的東京十三章 所以保羅說 如果你以為他知道什麼 其實他不知道 你看到這個 你以為維拉斯是這樣 但是不是 維拉斯還有這樣 還有這樣 還有很多面 你只能看到一面 這個叫做視角主義 perspectivism 這是後現在知識論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態度 再來就是說 既然我看的是一個面向 那麼我有沒有可能 我在這裡看到 他的正面 我有沒有可能走到這邊來看 如果我願意忘記我的立場 走到英文的立場來看 我對這個人的了解 就變成立體 知道嗎 如果我又唸到後面看的話 就更 更完美 如果我繞一圈的話 我就看到 這一個人的所有的面向 我們可能沒有那個能力 但是至少 我們可以試著去看看 那義氣就是說 每天天保守派的解經 每天天福音派的解經 每天天女恩派的解經 然後或許 聖經的意思就在這幾派當中 可能你會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 也有這個可能 這個就是後現在的知識論 就是 你不要堅持 一定站在那個地方 然後跟人家一起變 這個明明就是兩個 兩個眼睛 那都沒有啦一個眼睛啦 你看哪一邊嘛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願意這樣改變 不堅持我的看法 我對一個事情的認識 可以成長 這個就是成長 所以保羅第二點就是說 雖然我們看的是有限 但是你不一定一直都這樣 如果你願意放棄你的堅持 你有機會 對一個事情的看法 會越來越接近真相 那個就叫做成長 所以保羅第二點說 孩子的時候 怎樣看 然後成的人 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所以這個孩子到成人 是一個過程啦 是一個過程喔 那 雄比亞健 他說 小孩子看事情 就是具體的 可是到青春季 他就開始有抽象的思考 可以比較完整的想法 這個我們的思想 都是這樣進步的 那我們對聖經的看法 是不是也是一樣 越成熟的話 那你對聖經的看法 就越多面 不會只有堅持 某一面 只有一個人這樣喔 那期待會成長 那成長的意思就是 你先把你的堅持丟棄 丟棄我的意思 不是說你就不相信 而是說 不要死抓著那個 你死抓著你的解釋 你就沒有機會去接受 你的解釋 因為對你來講 那個都是錯的嘛 我怎麼要去聽他們呢 我牧師講的才對 就是只有這個是答案 所以這樣或現在 就是可以接受 不一樣的解釋 然後試著去看看 有沒有可能 把它整合起來呢 所以就會長大成人喔 就是從孩子到成人 這是一個成長的判好 那要成長 你就必須要把孩子 是丟棄的 必須要不堅持 你可以在手看好 你才有機會 去產生新的看好 最後一個就是 就是不只是有限 你還不清楚啦 這個叫做同靜 這是保羅最要點 齁 對著靜止觀看 模糊不清 好像猜 那猜謎就是 裡面這是一個嘛 可是各猜各化 意思一樣 就是說 我出一個謎題對不對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除非我把謎題講出來 不然你們都可以猜吧 那我們在看聖經 就好像猜了 那猜就是這樣 那猜沒幹嘛 我們會覺得 這個猜得好像比較對 我就猜起來 也可以啦 但是他也不是絕對對我 那只是猜得當中 好像比較對的 那也許後面一個人 猜得更好 就放棄他 我們就猜起這個 最後的這個答案 也可以啦 所以 就是 到那一天 耶穌來的時候 就 是沒電還是 反正我快講完了 所以沒關係 聽 不明白 看 不曉得 當一個人有 既有的偏見的時候 就會講成這種情形 你有沒有碰過了 戴著眼鏡在找眼鏡的 他怎麼找不到眼鏡 因為眼鏡都掛在他的鼻子上 可是他忘記了 我們常常有這種情形 看 看不見 明明就在那裡 可是你怎麼找 好像那個地方把你遮掉了 有沒有 因為什麼 眼鏡說 我不可能會在這裡 知道嗎 我太太常常找不到東西 他的鼻包找了五遍 找不到 結果他一找就在那裡 你怎麼找 對啊 我不可能放這裡 所以他是找了 可是他就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那個 預期 不是我的鼻包 我就很公平地去找 留我 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一旦有偏見以後 我們看見真理 我們也會看不到 這是偏見的恐怕 我們已經先入為主 這個適合不見 這個叫做 ambiguity 謀能來 我們看的不只有限 這是態度要謙卑 我們謀能 代表我們要take risk 我們只能冒險來信抗 我們需要更新 我們盼望 我們能夠增長 這個是保羅給我們的教導 所以我想我們在後現代 起碼我個人認得 在態度上 保羅給我們一些建議 耶穌給我們一些榜樣 我們可以學習 好 我講到這裡 這是結論喔 好 像牧師要做最後的總結 不要緊啊 做你說 對啊 你講一句話再禱告 你的時間要不夠嗎 不會啦 他就說了 牧師要花一個時間 好 好 好 剛才牧師自己有說 他的牧師在這裡感到 有很多人搶聲 但是說起來要結束 要不要人去搶聲 對 所以牧師在這裡在座 我準備要跟你搶聲 所以牧師 我們台會的經營已經結束了 我講完了 要說什麼 蛤 我講完了 來現在可以唱聲 我們準備要叫老師說什麼 說老師就要跳 同學 同學 同學你已經 建議一下 對 我們兩個是同學 他也是他同學 我現在又要跟他同學 其實要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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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剩下 不敢 好 好 我相信牧師好好 也 不考慮一下 因為算了 是 今年的時間已經有很多 所以牧師你 現在才七月 我還不知道他也要做一段 年齡時間 他也有很多 年齡時間 他也要做一段 他也要做一段 讓大家唱聲 但是 那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 現在 現在有什麼 他不見了嗎 我過去講的不夠正義 嗎 我想 不知道 學生可以搬家裡 搬家裡 十分 十分 也不用 他也要知道 但是 就是 一世人最沒有輸 但是 在你 在你 人來 在你 部會中 一些東西 有方便 告訴你 因為一些 在部會中 如果說的話 不說的話 不說的話 是 可能 告訴你 是 罵雙人去 不一樣的 就是 你在說 那個真醫生有什麼 對 這個不可以 看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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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可以 人的 真心 感到 我做一個 我一世人 面對學了 很厲害 我堅強 我一堅肥 一堅肥 一堅肥 我搬到這裡 也不一定是 但是 這是我 很堅強的 一萬 但是 這個 我沒過中 我沒方便 沒方便 坦白說 還是說 沒有 全部說 也不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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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 如果退後的學師 可以多說一句 讓我們這個 不過中的學師 跟廢話 怎麼不 五十年前 一百年前 學師不經常說的 啊 這個 五十年後 一百年後 學師也不經常說 那五十年來 我們在 在 無語無語的中間 我們還在 中間 五十年 還說的是 正義 這樣 我不知道 有可能 像全美的同學 說的 有一些比較正義性 還是說 比較前衛性 我覺得 這一個好現代的東西 比很多人來 是像前衛 那時候 我還覺得 還不敢 還不敢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們的 廢話師 他是一個 補齊 一直在 研究心 是新的東西 這個 在現代 高級的目標 不可以用的人 有那個時間 啊 就是 有一些新的名字 也不敢隨便說 對 這是說 我很高興 我又是一個 很勇敢的老師 但是我還 很高興 這是 好啊 謝謝你 我軟的基督 看看 可以 我 我 我把這個 open up 但是不要 commit 再說 好不好 反正 葬基 我會繼續 我本來是說 永無庭的 葬基也要挺 有 有 有 上次 上次就跟你們講的 這是 加一加一加一加 本來上次就要挺 就是說我覺得 差不多了 講了 但是如果你們真的 要聽的話 好吧 要 OK 那這樣可以扯了吧 好 聽你搗蛋 哈哈 三天 我一天要感謝 相對於 極大的天堅 雅蘇 雅蘇 他就很心情 這世間 很發達 他沒來這世間 農業可可可可可可 雅蘇一個 來後 這世間都變得真不可可 開始精力一來 相對威一來 相對威一來 那個幾相對那裡 起初到相對三個到天 就出了雅蘇 做了一種 心裡的 跟世間雅蘇的總告解 開始大半大了 因為雅蘇在說一句話 他跟八三個 同在的是 他知道的 他看的 他在相對天堅 找見 下來愛說的 但是說的了 後面都不會太耍 我的主 我的相對 我們說 我們是一君 堆求真理 所有的 情報真理 還在教會裡面 像基督的教會 就是有 全體的真理 那啦 但是我們真的 對真理 無謀謀謀謀 甚至我們 真少人 用心一個 競逼 人開放 一個 探討真理 名字真理 相對 我真的 所有的悠閒 我 我跟著你開我的眼睛 不是絕對的眼睛 哪怕 是生命的眼睛 你在那個 很清晦的地方 在台灣 也有 我勇敢走下去 就是 我生在哪裡 是勇敢把 擦大大的 清晦的地方 就是雅蘇 叫雅蘇 勇敢把 蟻扒進去 最極清晦的地方 我都不敢走下去 都 最最聽到去 基督的地方 我真的要 很快去 目標的相對 我會相對 我會相對 給我們這個機會 你 你已經清 我去保守 大家的腳步 偏要知道 有很多清的人 要去 挑戰 我拘捕你 給大家 一切都順利 我拘捕你 我拘捕你 在特別恩愛 措施 因為我們台灣 我們有這個經濟 有一個好運的團補者 一個目標 他在國來話 都受尊嚴 願意 奮充給我的聲 不管是 我們可以聽 不管你聽 我們都很開心 站在我的身上 有一個 你拘捕你 我信仰 要件的力量 我們 這樣祈禱感謝 克祖師父 阿明 阿明 我們再一次 拜拜